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第五代空战应该是怎样打 解放军已经是有了答案 在前些日子的演习里面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女的签20就露了一手 远距离追杀对面很多战斗机 甚至都没有发现到签20就已经判定被击落 在演习中签20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态势感知能力 和隐身的优势 配搭Picklink-15这种中远程空空导弹 在空战中做到了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以及视距外击落 避免了进入近距离的空战环节 这种空战的战法 已经在东部战区空军的演习中一再上演 签20作为重型引伸机 在引伸能力太小感知的能力上 是远远强于四代机 甚至是部分的五代机 所以是有实力将空战控制在视距之外 也就是30公里以外 这种打法能够最大程度发挥 在签20的超音速机动性的优势 结合上空阵雷达 也都可以在短时间里面打击多个空中目标 除此之外 中远距离空战的效率也都很高 签20是无需损失过多的能量和速度 去陷入跨音速或者是压音速的近距离格斗 近距离格斗大多发生在30公里以内 甚至在10公里以内 双方都处于目视可以见到的条件之下 这个时候拼的就是双方坐机的敏捷性 空空导弹的尼族发射能力 以及飞行员的经验和判断 早年间的战斗机空战 是必须要咬住6点钟的方向 才能够建立起攻击的条件 因此也都被形象化的称作狗斗 签20的压式布局加上升力体的设计 就赋予了它极强的敏捷性 就是拿狗斗来说 都肯定是不输任何的战斗机 如果和其他技术水平相近的五代机 陷入格斗 签20的机动性加上辟力10导弹 也都是一个很可怕的组合 事实上作为红外格斗弹的辟力10 射程也都超过了30公里 在这个远超辟力5和辟力8两大系列的射程 辟力10这样的设计 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不可逃日区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空战中 尽力增加交战的距离 做到先敌开火 不过超视它攻击的战法 实际上也都在近年来才是逐渐成熟 在四代机的时代 近距离格斗依然是空战中的重头战 比如说美军 哪怕有了好像AIM-120这样的 主动雷达制度的中距弹家族 但是从90年代以来历次对外战争中 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战斗机空战 开火距离平均是不超过30公里 也就是说主要集中在视距内 2017年美国海军一架FA-18E超级大黄蜂 在拦战敌利亚空军的苏亚尔的时候 在一公里左右的距离上面 发射了一枚AIM-9X 但是它被苏亚尔的热焰弹成功干扰了 最终超级大黄蜂飞行员 是发射了一枚AIM-120C才能够击落了苏亚尔 但是从来都是体系强于单体 强调体系作战的美军 在AIM-120为代表的第四代主动雷达制度 空空导弹服役之后 标志着超视距空战的条件 是逐渐成熟 以先看先射先纵为原则的信息空战体系 开始取代以格斗为主子的能量空战体系 凭借着预警机指示 机载雷达远距离锁定 主动雷达制度中距弹远距离射击 美制的F-16战机 在科索欲战争中 揭压了格斗能力超强的米格-29 这种空战态势 是极大影响了美俄设计五代机时候的思路 诞生在80到90年代的F-22 就极其强调近距离的格斗 所以机体的设计得非常之紧臭 力求全面压制当时苏联前线 航空兵的米格-29战斗机 哪怕是00年代设计的苏-57 也都将空中格斗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他甚至还保留了苏-27家族同样位置上的30mm机炮 外路的炮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机的引申能力 近距离空战的风险是远大于视距外的空战 而且战斗效率是更加低的 不必要的情况之下 飞行员都应该避免陷入狗斗 事实上能有机会 令到残20被迫进入近距离空战的战机 目前来看 亦都是只有F-22和F-35 就连苏-57都要差几分 F-22已经停产 就不说了 F-35的设计理念是相对先进 它的常规挂载里面是没有红外空空导弹 一般是指内挂AIM-120系列的空空导弹 不过在测试的过程中 美国空军还是坚持要挂载红外弹 所以F-35系列都是要安装役下的挂架 来挂载AIM-9X空空导弹 这样也意味着牺牲了一部分的隐身能力 对于超市它作战来说 非常重要的是战机太小感知的能力 第五代战机主要传感器是火控雷达 和红外探测系统 F-35的APG-81有缘上空阵雷达的天线直径 只有700毫米 它只有1200个TR单元 而纤20雷达天线的直径 可以达到1米以上 TR单元数是超过2000个 在功率、元件材料、工艺相当的情况之下 纤20的雷达探测距离可以达到F-35的一倍之多 超市它作战胜负还取决于各自攀态 空空导弹的性能 纤20主弹仓是装备了4枚Piknik-15 F-35的主弹仓可以装6枚AIM-120D 前者若有30公里的射程优势 纤20和F-35的实际超市距空战距离 基本上都在100公里以内 但是Piknik-15和AIM-120D对高机动目标的有效射程 也都在100公里以内 这样就意味着Piknik-15对高机动目标的有效杀伤距离 是比AIM-120D远了15公里左右 但是Piknik-15主动雷达导引头探测距离的优势就更大 其213毫米的直径是远大于AIM-120D的157毫米 再加上装备有缘上控阵天线 探测距离就从Piknik-12的30公里提高到50公里 有这个视距在100公里以内可以说是占尽优势 Piknik-12的两个側弹仓还可以攜带两枚Piknik-10格斗导弹 F-35是没有格斗的弹仓 F-35BC是连内置机炮都没有 在隐形模式之下可以说是毫无格斗的能力 在格斗导弹的直径越来越大 开始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的情况之下 这样对F-35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如果要是跟CIM-20这样的对手交锋 F-35也都不会冒险使用外挂的武器 依然会选择内挂的AIM-120导弹 在中远距离上交战 CIM-20发展虽然是比F-22和F-35是迟一些 但是也都是跟SO-57基本同步 然而却展现出相当大的空战理念的差异 这个不单只展现出中美俄三国 在航空技术发展上的差距 也都是体现出三国空军对未来空战的作战认知的差异 中国作为航空领域的后来者 通过四代机的研发追赶美俄 又在五代机时代实现了齐头并进 这种跨越是无数航空人和军人共同奉献的结果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进入六代机时代之后 就是解放军实现全面超越的时刻了 近日2022年度电力创新奖受奖成果正式公布 其中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雷文、殷小冬等人申报的智能电网数字化 计量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成果 是荣获电力创新奖一等奖 计量系统是电网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以及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 攻克电网数字化计量系统关键技术 是迫在眉睫 据了解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从2012年组建数字化计量技术公关团队 就发明了基于高速同步采样 和潮流分布逻辑判断的电能分析技术 实现电力系统宽动态快时变的电能精准计量 由此推动建立了中国数字化计量索源体系 为电力、铁路、航天等各行业高电压测量 提供了准确的量值 2023年中国将迎来商业火箭的发射大年 多型商业运载火箭将执行一系列的发射任务 商业固体运载火箭 节龙3号计划在6月、8月、9月和10月 分别完成4次卫星发射任务 就将20余火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 中国另一营商业固体运载火箭快舟 就在2023年也将迎来7次的发射任务 其中第1、2、4季度将会在酒泉各进行一次的发射 第三季度将会在酒泉和西窗 共进行四次的发射任务 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找总 中科宇航公司参与研制的 中国目前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力战一号就计划于2023年5月迎来第二次的发射任务 今年谷神星一号商业火箭将会执行8到10次的发射任务 其中两次发射任务将会在海上进行 这个也是谷神星一号商业火箭首度执行海上的发射任务 此外中国新兴商业航天公司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 中营运载火箭预计将会在2023年下半年 在山东东方航天港执行首飞的任务 该营火箭一旦首飞成功 将会超越欧空局的积累星C型火箭 成为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 中国海游19日公布 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 运输加注船海洋石油301 就在深圳严田港完成了首船保税加注 标志着中国海游是具备提供国际船舶 液化天然气LNG加注服务的能力 拉开其打造国际船舶LNG加注中心 构建全球LNG加注网络的聚望 海洋石油301是当前全球最大的LNG 运输加注船 可以装载3万立方米的LNG 能够一次性满足两艘最大型LNG动力船舶的加注需求 此次受驻船为全球最大的LNG动力集装商船 法国达飞协和号 加注历时五个小时 总加注量约是6000立方米 而海洋石油301船在深圳严田港完成首船加注之后 2023年还计划推动在宁波港 广州港实施国际船舶LNG加注 同时在海口港 天津港等港口筹备国际加注的业务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外一个平台石楼台 也都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每天用10分钟告诉大家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天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